嗨各位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进阶面膜大概要15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就做一个非常casual 然后可以和大家聊聊天的视频 如果你wondering我在做什么面膜 我现在用的是 这个的 Blue Lotus面膜 然后是来自于Pearl List 我觉得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牌子 然后这款清洁面膜它是泥状面膜和磨砂二合一 然后里面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断了气的感觉 它是可以里面带有一点点的颗粒 然后主打的泥是白泥 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像Bambu 还有姜金纸还有类似于 我看一下 Mushroom就是蘑菇啦 还有白茶 还有 就当然还有他们所谓的Blue Lotus 也就是蓝色的莲花等等 涂上去是凉凉的感觉 就它上面是有写着说可以去红 然后看敏感 涂上去真的就是凉凉的 我觉得我快要来大姨妈了 所以最近皮肤总觉得是红红的 然后有一点点堵塞 鼻孔的 不是鼻孔 鼻上的毛孔 黑头比较多 然后有抱一两颗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时间去一下角质 然后做一个清洁面膜 but anyways 今天是我的day off 然后呢 我不想要收拾屋子 所以我就早上去 早上呢就去和朋友 喝了早茶 但是呢 现在我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就要去 我就要去那个 我就要去那个 Fiscal Therapist 所以就想 就想坐下来和大家聊两句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最主要的主题呢 就是我对YouTube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当年就是两年前吧 开始做YouTube呢 并不是因为说我想做网红啊 或者是我是那种特别social的人 其实我真的不是那种特别social的人 虽然说我的工作呢特别的social 就是要和很多人打交道 但其实说实话呢 我不是那种特别social的人 就我是很宅很宅的 如果你能让我在家里宅上几天几夜 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时做YouTube呢 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很多 就是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多 当时觉得消费者 就是来店里买东西的 亚洲美美的消费者呢 购买能力很强 因为祖国的强大 大家的经济能力都越来越好 可是因为 没有 没有正确的知识的一个 就是道路吧 然后广告的一些洗脑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 产品的认识很低 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一两年呢 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 我觉得大家都会去上YouTube 上去寻找一些美妆和护肤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大家的确是有越来越厉害 而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 以前在SFOR工作的时候呢 真的有特别特别特别多 免费的东西 特别多免费的产品 寄到我家里来给我去尝试 然后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现在我的工作在 Nemon Markets 然后其实很多东西 就很多产品呢 并不是牌子给的 就给的没有像以前SFOR那么多 当然他们还是 我还是会收到一些PR box 或者是牌子给我的一些奖励等等 或者一些新产品的尝试 但是跟SFOR比呢是没法比的 所以很多我和大家分享的产品呢 很多很多很多 就在近两年来 很多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 所以说YouTube YouTube对我来说 花钱要比赚钱多一百万倍 就是我在YouTube上面 所谓的赚钱 可能都不够我买一瓶LAMIA的面霜 就是这么现实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现在自己呢 人生呢在一个不同的 A different place 就是在一个不同的阶段 去年结婚买房子之后呢 我整个人的就是 就花钱的概念 我本来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爱理财的女孩子 我真的不是那种 特别爱乱花钱的女孩子 我从小到大都会 就是懂得怎么budget自己 但是呢以前呢 在SFOR就会 不花钱就可以买到很多 护肤品化妆品 那现在在Nemon Markets呢 想要买自己够用的 那是完全完全足够的 但是你让我去 花我自己的血汗钱 去买很多很多obsessed amount of makeup 和skincare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也是我当初 就是做YouTube的第一个原因 我就是不想让大家乱花钱 那很多人就说 那你可以只做 拔草的一些分享 就是不好的产品 可是你知道很多YouTuber 比如说 比如说最大的YouTuber之一 就是Jacqueline Hill 她从来不说任何牌子的坏话 就她自己也承认 她只说在她的频道里面 她只说好的 就不好的她连提都不提 她这样就谁都不得罪啊 那就她没提的 那就大概 你也不知道你要去猜她 是不是不喜欢 或是不好 或是什么的 她根本就不去 不去提这些不好的产品 那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就是 只做一个 拔草的YouTube的话 估计也是 要花很多钱 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产品 然后才能去达到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level 去和大家分享 所以这也是有点 对我来说 有一点点不实在的 一个方式吧 一个分享方式 Anyways 就买了房子 房子结了婚之后呢 我现在买东西 我就想给家里买东西 我就想给我的屋子买东西 就我不会去想 要买 就是太多 就还是会想买了 但是不会是 想买特别多 每一只口红都要买下来 每一个眼影盘 每出一个新眼影盘 以前我都会想买 我去年一整年 2017年 我一整年都没有买 大的 大的眼影盘 就是小的还是有 有买就是20多块钱那种 我还是会买 或者单支的 Colour Power 我也买了很多 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 花几十上百块钱去买一个 眼影盘 但是说实话 家里堆着几十 几十个眼影盘 上百支口红 也是用不完的 就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它就是摆在那 就我 如果我觉得 Shopping还有这么多的东西能让我开心的话 那我应该是 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 一个人了吧 就 当然我是很开心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的生活是非常的 Lucky 我一直在打嗝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Lucky的人 我的生活 对我自己而言 我是没什么抱怨的 所以大家突然觉得 怎么Kiwi突然有这么多感触 我身边呢 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同事呢 昨天打电话跟我说 他诊断肺癌 我就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你每一天都是赚来的 当你有一个很严重 就是真正的problem的时候 能不能买一支口红 有没有抢到一个限量版的眼影 就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希望大家 嗯 护肤和彩妆都只是到一个 到一个底线 然后你的底线在哪儿 你要自己找 包括医美也是 就我并不反对任何医美的东西 我也经常去做一些医美型的保养 但是开刀动刀这一点 我可能还不敢 但是比如说做一些电波的按摩 像超伸刀用 我是当然就是想有机会有钱 就会去做 然后到就像我前段时间 做超伸刀 Anyway我顺便说一下超伸刀好了 因为很多人问 我前段时间飞去LA做了超伸刀 我只做了所谓的半脸 但是我发现所谓的半脸 其实要比全脸要划算很多 全脸是从额头到胸口到脖子 然后就做半脸就好了 谁知道它做半脸 所谓的半脸也是从这儿 从眼睛下方一直做到脖子这儿 然后踩1800 我觉得太划算了 就是对于超伸刀这个价钱来说是非常划算的 在弯曲的话超伸刀要3500左右 那我才花了1800 从这儿到这儿 也基本上是全脸了 对不对 额头这地方 其实并不大需要做 做完之后的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双下巴 双下巴没了 然后很多见到我的人都说我瘦了 其实我没瘦 我胖了 因为我今年想要宝宝 所以我的医生说我要珍重 因为我太瘦了 我要珍重到110磅 如果你们有什么方法能让我胖一点 然后又不要那么丑的话 拜托告诉我 所以超伸刀这个 我觉得是我做过的 医美型保养里面 效果最明显的 当然也是最贵的 就是最贵的一个 就是做脸上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如果你金钱允许的话 可以去做 我存了一年的钱 我是去年12月份去做的 我们从我和我朋友 从去年的1月份 就开始慢慢的一点点 把钱放到一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放到savings count whatever set up a budget for yourself 然后我存够这么多钱了 我才去做超声刀的服务 所以我希望大家 护肤跟美妆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大家应该要就是budgeting 你有很多比买护肤品 买彩妆品要更加 就是更加serious的事情 你应该会有savings count 你应该会有emergency account 然后存钱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或者是给父母做一个 就是即用的时候的一笔钱 我觉得这个要比买什么东西 都要合适 天啊 这都快2月份了 我的Christmas tree还在这 因为是新房子 我不知道邻居们 都把他们的Christmas tree丢哪 可是我的邻居大多都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所以我也没看到大家有Christmas tree 所以我也不敢把它丢到外边 哎呦 真的纠结 因为这是棵真的tree 就是是真的树 but anyways 所以我不会100%放弃YouTube吧 就是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跟大家说 我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在YouTube上面觉得好像我真的就是每个星期都要交一份作业 每一个星期都要交一份作业 然后久而久之我就不想要去干这件事情了 因为说实话护肤 护肤品这东西真的不是每个星期都有全新的东西想和大家分享 我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护肤品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用一年都不会编 所以真的就没什么分享了 彩妆的话呢 我觉得YouTube上面彩妆做的 画的比我厉害的人多的是 就你不需要来看我 不需要来关注我的彩妆问题 就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我 然后你又不知道其他的比较可以信任的彩妆师 你可以来找我 完全没问题 你们每次在微信上面问我问题 我都是基本上我都会回答得到 所以我觉得YouTube可能是偶尔的事情吧 以后就是偶尔的事情 主要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要打算做网红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内幕的消息 然后自己的一些知识 因为自己的工作可以更快的分享到 使用到和见到一些新的产品 但是这一两年我觉得YouTube真的有变成很多牌子 一个marketing的平台 网红们都在产品还没出来之前 就已经收到产品就可以用了 所以他们就是的第一手 他们的第一手资料比我们还快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大需要我了 还有啥呢 好像水开了 我看跟大家唠叨了多久 16分钟 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说拜拜了 我看一下已经 然后我们有机会再见吧 拜拜